北檢申請扣押金華城土地獲捲 這讓新光金的股東們 相當擔心149億的連帶案 這個事情如何確保 維護公司的權益 金華城在2022年10月動工 由新光銀行籌組連帶 擔保品就是金華城土地 如今被北檢扣押 微金還拿得出錢來還嗎 整個連帶案的金額是149億 到目前來講 收信的餘額是133.81億 當時承接這個案的時候 新光銀行是很緊張 總經理指出 從代放比來看 假設單薄品有100元的價值 當初只有借48到49元 不過進化城容積率 從560%增加到840% 這部分引發爭議 股民就擔心 如果用容積率560%計算 會不會價值縮水 做見價報告的時候 那個它的允許的容積率 我們是只用560% 所以現在我們不會擔心說 如果變為560%的代表名 是會價值就會大幅下降 應該是不會的 但資深媒體人 從新光連帶的壽性額度當中 發現貓膩 我們都知道它本來原本的 這個購地金額就是372億 現在新光的這個連帶 也給它動用的是133億 這樣算下來 應該還有大概230 40億的 一個額度 這個額度是它自籌的嗎 好 再加上 你知道Gave這麼大的 量體的一個商場 它本身也是要在貸款 出來借這個錢 如果再加上他們原本預計的 100億到150億的一個新建的話 換句話說 它原本這個頂月的缺口 有高達380到400億 在金華城土地被扣押的情況下 銀行可隨時喊停 要求頂月返還本金 其他和頂月有借貸關係的銀行 就怕拿不回錢 也可能加入催討行列 還沒等到停工 恐怕自己先倒閉